我现在走了 再往下沉 有没有 你看 往下落 是吧 起来 右边起来了 右边起来了 是这样子 是这样子 是 是 是 好 开 这个是开 沉 河 一定要从后面动 练拳的学问在后面 所以你光是一个按 你光是一个按 这一开 后背一开 那边是开 这个是开 是不是 他偏一边 左边沉 是不是 右边沉 两个沉 开 沉但是开 是不是 他 他 落下 合 是不是 每一个招式 每一个动作 后面都 都在动 然后 请问那个开 那个 是因为力量 导致他开 还是他开了 成绩 第一个你要会 操控那个部位 你要能操控那个部位 我现在叫你废开 行吗 好 对 对吗 是不是 不是,你身体不要动,你肺可以开吗? 你不会,因为你不会控制肺周边的肌肉 我会控制肺周边的肌肉 我身体不要动,我不动,我让肺开 我让右肺开 我让右肺开 左肺开 因为你会控制脏腹附近的肌肉 你就会控制它 你知道吗?每个器官都一样 因为它本身就是肌肉 第一个,它本身就是肌肉 第二个,一定怕的,一定是肌肉 这样子 所以我们练里面,就是我们要控制里面的肌肉 当你会控制里面的肌肉 你就会控制,第一个,你会控制关节 是不是? 你会控制关节嘛 第二个,你会控制肇腹 是不是这样子? 你会控制关节,会控制肇腹 你就可以控制肌脉 就这样子啊 那就为什么要练内啊 所以你里面,我们慢慢练肌肉 会控制里面,里面的肌肉的活动 你摸我的腰,你摸我的肺 你摸我的腰肺 高一点,这个地方 你看,这个地方的肌肉 你看,这样子 有没有,这是不是沉 就是这个地方的痛 这样子懂? 所以你们要从 手,你帮手告诉你们的 关节附近的肌肉,先练起 手臂里面的肌肉,你会控制 里面的肌肉,你会动 你才能控制这个手 这么懂 这些因为这是我们常用的 你应该是最熟 最熟的吧 最熟悉的 最好练的 所以你要会这个里面的肌肉 会控制的以后 它进来了 进来了 到里面八母掌 练的就是 就这个嘛 从外面连接到里面去 你要会控制里面了 好了吗 你都会了 你就会控制 从里面来控制你的身体 大家懂 不管你是练八卦 还是练太极 还练什么 都要往这个方向走 练到去shock 练到去控制里面 练到去控制里面 练瓣练哦 练到去控制里面 好 练到去控制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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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 feeder PA Adrian Feанчесline contrib